美国政府怎么处理 美国是民主国家 美国是所谓尊重人权的国家 发现他的政府 首都政府的中央广场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 保卫过他们国家的老兵 占领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 开枪 放吹吹把斯 推出来坦克车 干什么 把你们驱逐 什么原因 任何主权国家 中央政府前面的广场 都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理由盘踞不去 动手了 大家看 我李奥拿给大家资料看 这是那天的 看到没有 1932年7月29号的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看到没有 军队 百老兵 从首都往外赶 看到没有 烧他们的帐篷 杀人 当时说是一个死了 事实上死的不是一个 什么人带队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 后来的美国五星上将 当时是四星上将 陆军参谋长 麦克阿萨元帅 带队 他手下还带了一个准将 叫做巴顿将军 后来的名将 手下还有个少校 叫做埃森豪 就是后来的美国的埃森豪总统 他们骑着马 放着瓦斯枪 推出来坦克车 来 放火 来烧 他们 保卫过他们国家的老兵的帐篷 老兵被打死 他们耍赖 说是警察打死的 老兵的小孩子 抱着那个玩具熊 在泰迪熊 玩具熊 泰迪熊 被瓦斯冲 小孩子都死掉了 造成这个惨剧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他们怎么样的 放这个 放火 来烧 他们这个老兵 在住在空房间里面 我们看到了 整个的这个局面 当时的负责人 就是 麦克阿萨将军 各位 你李奥讲这个故事干什么 我讲的故事就是说 当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如果是我李奥 代表中国到外国去 当外国记者 问到我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我会怎么说 我会说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件 可是 我告诉你们 我们在等待 为什么等待呢 因为从洪耀邦死了 到六月四号 中间 我们在等了两个月 为什么要两个月呢 我们希望能够 用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发现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你们美国供应的 可口可乐 香港供应的橘子汁 大量的涌进了天安门 学生们盘踞不去 各地的学生开始串联 工人阶级开始动摇 整个的国家人心惶惶 中国要垮掉了 所以我们感觉到 文革的局面又出现了 像那个群众的那种 忽起忽落的那种现象又出现了 这里面有好人 有坏人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分别得出来呢 怎么办 很抱歉 我们学了1932年的 你们美国人干的事情 你们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欧里奥就这样讲 美国说1932年是不是太远了 可以啊 我们学得近一点啊 大家看看我手里拿这本书 这是近一点的吗 看看 影响美国的这个世纪的 这个世界 大家看看这近一点的资料 1970年 尼克森总统进军柬埔寨的时候 引起美国的青年人的不满 大学生开始反战 美国的肯特大学 K&T 肯特大学生开始反战 被美国的军人包围 当场打死的四个学生 其中一个被打死 大家看到没有 隔掉在地下 看到没有 当时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就14岁 在哭 然后呢这照片被拍下来 还得了美国的普利兹奖 人家在学校校园里面 你们美国军人都会跑去开枪 当场打死四个人 请问你们美国人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们美国人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啊 你们美国人谈什么人权 当然死人是不好的 可是问题怎么解决呢 好了 到台湾来 乌尔开西 当时的天文的学院领袖 到台湾来跟我讲 我问他 我说乌尔开西 你现在回忆六四的那件事情 现在你年纪大了一点了 也做了台湾的姑爷 你住在台湾 你还会那样做吗 乌尔开西说 我不会了 为什么不会了 他说我们当时跟政府的对抗 我们没有底价 我们那个条件是浮动的 当赵紫阳来谈判 我们就谈判 谈判好了以后 政府同意了 我们又涨价 结果呢 变得就是没有底价 群众是没有底价的 群众的结果就是不走 整个天下乱了 然后就发生了各种离奇的解释 现在我请大家看看一个秘密文件 这个秘密文件 你理要怎么可以印证 现在不秘密了 在卖的邓小平文学第三卷 大家看到没有 邓小平文学第三卷 说得很清楚啊 看到没有 邓小平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说 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说 接触严重的中美关系 要由美国来采取主动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们美国 中国 中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 可是 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 来自美国之音 跟美国报刊说 天门血流成河 说死了多少万人 美国之音太不像话 你们一批一批的撒谎 在干扰我们 造成今天这么糟糕 我们中国人这么多 底子这么薄 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 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 什么事也不能做 稳定是压倒了一切 大家想想看 在文革动论的时候 邓小平的儿子从楼上被推下去 结果残废到今天还是残废的 邓小平看到你们这些群众出来的时候 他心里什么感觉 你们是纯粹的学中运动吗 文革的噩梦会在邓小平的心里面出现 并且这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天真 浪漫的好人在里面 也有很多的阴谋的煽动的分子 结果呢 邓小平跟整个的党中央 尤其是元老们做成了决议 来处理天安门事件 大家看看最后怎么处理的 最后到处理到什么程度 处理到整个的死的人 大量的解放军死掉了 为什么死掉了 看到邓小平讲这么话没有 邓小平在6月9号秘密谈话里面说 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哀悼 负伤了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表示慰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多同志受了伤 甚至牺牲了 武器也被抢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用了比较和缓的方法来处理 什么和缓的方法 就是你的军的枪都被人抢走了 这么多军人被干掉了 证明什么 这么你面对的一部分人是暴民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邓小平就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就今天造成了这些事情 如果用坦克车压过去 就会造成是非不清 所以呢我们才感谢解放军指战员 用这种态度来对付暴乱事件 换句话说呢 没有开出坦克车 没有造成这个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巴格达反美示威 肉身党美国战车两人被撵毙 看到没有啊 真正用坦克车来压死抗议群众的 是你们美国人不是中国人 今天我在这里要讲几句 大家听起来很痛苦的话 可是我把资料翻给大家看 一切中国的苦恼都是美国带来的 如果说中国人做了什么措施 对不起 是向你们 我们来说